那我们继续来学习第三章的内容 外科修课 外科修课的种类非常多 包括低血量性修课 包括这个爪肠性修课 实际原性修课 心原性修课 感染性修课 感染性修课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考证分析 修课到底考什么 这个修课前面加了两个字 叫做外科修课 也就是以外科因素为主的 对吧 他说这个修课 包括修课的早期 包括修课的晚期 去年考试就考到了 修课的早期血压会不会发生改变 当然不会变 任何疾病的早期 人体都要进行一个科学的代偿 考试考到了修课的早期 人体指标的变化 血压收缩压一般是正常的 或者是还可以出现什么 轻度的升高会不会下降 不会下降 不会下降 那其实围绕着修课可能还有很多 比如说测中心静脉压 测肥毛细血管血压 这考试都考到 那么去年考试考到了 测量中心静脉压 CVP4.8厘米水柱 问你表示什么 CVP的意义 正常是多少 5到12厘米水柱 比如说我考试 今年考试考你个3.8厘米水柱 低不低 低 为什么低 冲击静脉的血少了 是不是血容量不足呢 虽然考试就这么考 考试还考到了什么 考试还考到费动脉歇压 费动脉歇压 P C W P 那一定要注意啊 我们说整个 整个的外科主力是考试当中 那么考英文的并不多 但这绝对是 高频考点的一块 他会考你 什么叫做CEO 什么叫做CI 什么叫做HR 什么叫PCWP 这些会考出来 这些英文的缩写 在这个章节 绝对的重点内容 好 不多说了 考试就说到这 整个考试大纲要求掌握的内容 我们需要掌握三块 概述 低血容量性的 以及感染性休克 好 来上一道题目 承认患者急性失血 失血量是700毫升 700毫升 烦躁面色脏白 皮肤湿冷 血压1190 脉率100次每分 应该属于哪种情况 属于哪种情况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来看一下 脉率 正常人的脉率是多少 160到100次每分 这个人处于正常的上限 好 再来看一下血压是 1194 1194 1194 输缩压是可以的 输缸压也可以的 算一下脉压 110-94 等于多少 16 16 16毫米拱柱 脉压是什么 老师这个脉压是减低的 脉压是减小的 脉压是减小的 那么正常人应该是多少 30到50之间 对不对 脉压差还是变小 脉压差变小 好 皮肤湿冷 烦躁面色苍白 好像还多多少少 有点那种失血的表现 失血的表现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未发生休克 休克待长期 中度休克 重度休克 还是虚脱呢 应该一目了然 此题属于休克待长期 休克待长期 又叫做休克早期 收缩压是正常的 脉压可以出现 轻度的降低 可以出现面色苍白 答案选择 必选项 必选项 那考试从来不考 未发生休克 未发生休克 我考你有没有意义 当然没有意义了 好 来看一下 考点扩展 休克待长期 休克进展期 休克难治期 我们把它分成早 中 晚 三个时期 那如果对应 微循环的改变 微循环的改变 微循环改变是这样的 好 来看一下 好 这是进入到 微循环的动脉 这里面供应了羊 微循环开始利用 利用 把氧气利用 产生了什么 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从这排出 这是什么 这是静脉 那如果发生休克 我们来看一下 用微循环 这是怎么来解释的 那么在早期 毛细血管前 抗液剂收缩 哪收缩 这收缩 这收缩了 灌进去的血量减少 这边照常出 所以我们叫做 灌 小于流 这会不会雨雪 不会啊 你没有大量的灌 怎么会雨雪 所以这个叫做什么 缺血 对 血进不来 叫做缺血期 它叫缺血期 毛细血管往减少 来看灌小于流 灌小于流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中期 中期 毛细血管 毛细血管 这个潜溃机 这开始书章了 这书章 哗哗哗 雪进来 这边开始收缩了 出不去 迎进来 出不去 是不是血液都淤积 在这个当中啊 所以我们把它又称之为 淤血期 早期是缺血 中期是淤血 大家再想一想 如果淤积的时间过长 是不是容易形成小的血栓 对 那么形成了毛细血管内 广泛的血栓 叫做 米酸性血管内营血 送它一个名称 叫做DIC DIC 不惯不流 血栓堵塞 血流 停止在 微循环 米酸性血管内形成 这又叫做微循环 衰竭期 这是对应的 并生的改变 这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 那是动脉 这是毛细血管网 那么机体的代谢变化 这个我就不说了 这个就不说了 大家自学 这是自学 好 那我们来看下一个题目 这道题比较难 测量中心经脉压 CVP的意义 下列哪项是错误的 选不正确的一项 好 一起来看一下 CVP不直接反映血容量 我来给大家画一张图 这是人体的心脏 这是中间的间隔 这边是三间半 这是右心房 这是右心室 这边是二间半 这边是左心房 这边是左心室 左心室 把血射出去 射到哪个里面 射到动脉里面 动脉里面 好 来看一下 那么回流到心脏的血 回流到心脏的血 这是什么 上腔经脉 还有一个是什么 还有一个是下腔经脉 上腔经脉和下腔经脉 把血都回流到右心房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说中心静脉压是指 上腔经脉 回流到心房 测得的这些大血管的压力 尤其是什么 上腔经脉 这叫做中心经脉压 那么在临床比较多件的 我们测量的是 颈内经脉 以及所有下经脉的压力 让病人平卧 做中心经脉治管 然后让盐水 刺激往下流流流流 流到一定程度 护士拿尺 这样一笔好 五厘米水柱 五向下走了 这就测出来了 这就叫做中心经脉压 反应 反应的是 大血管 这个静脉的压力 静脉的压力 好 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A选项 中心经脉压 不直接反应血容量 仅能提示 回流到中心经脉 和右心房的情况 对不对 对 因为这个血压的影响因素 包括两点 第一个是血容量 第二个是血管的收缩程度 那其实这也讲到了 血压的最根本的定义 就是单位面积 血管壁所承受的测压力 一个是跟血管壁的 收缩状态有关系 静脉一个跟血管壁有关系 所以说A选项 说法是正确的 好 再来看一下B选项 测量隔肌以下的下降静脉 代表了中心经脉压的压力 我们说 直接连接它的上降静脉 以及隔肌以上的下降静脉 可以反应 你再往下就不准了 所以B选项是错误 以下是错误 答案就选B 答案就选B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C选项 中心经脉压 往往比动脉压的变化早 中心经脉压可以反映回心血量 动脉压反映的是出去的血量 先有进来的 后有出去的 先知先觉是静脉 后知后觉是动脉 对不对 正确 3.4D 低血容量导致的血压下降 中心经脉压肯定下降 来注意它这个辩证的关系 低血容量 大家看一下 低血容量 回到心脏的血容量少 是不是CVP是低的 CVP是低的 好 来看一下 回到心脏的少 射出去的血量少 对动脉的冲击力是不是也低 所以说血容量明显减少时 对动脉的冲击低 动脉压降低 对静脉的冲击力也低 静脉压也低 所以说两个如果明显降低 提示血容量严重不足 所以次第选项也是正确的 好 下面一选项 颈内经脉弩张和塌陷 粗略反映中心经脉压的程度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中心静脉压 看的就是上腔静脉 颈内静脉和所有下静脉 如果这儿的压力高 谁的血会流到上腔静脉呢 上腔体 头 面 颈 前胸 后背 这个上肢 这些血都会流到上腔静脉 还有什么呀 颈静脉 如果这儿的压力高 颈静脉的血回不去 是不是又把它憋宽了 对呀 所以我们一直来讲 如果是右心衰 就会出现颈静脉的 弩张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B选项也是正确的 错错在了B选项 然后错在了B选项 这道题 有一定的难度 那如果考试考到最高的难度 那么就这张表格了 所以我们做一个考点扩展 好来看一下 这边是CVP 这边是CVP CVP正常数值是多少 我们一般来讲 是5到10厘米水柱 有的书上也写的是 5到12厘米水柱 5到12厘米水柱 如果小于5来看一下 有可能是血容量不足 血容量不足 适当的进行服役 那如果是大于15呢 好来看那张图 这个静脉的压力明显增高 那么原因有可能是 容量特别高 也有可能是心脏衰竭了 心脏张不开 把他的压力憋宽了 所以我们来看 他的因素包括 新功能不全 包括容量血管过度收缩 还有我们讲到的 肺循环阻力增高 这是三大因素 好进一步来看一下 如果大于20呢 那大于20基本上就实锤 冲血性心地衰竭 那么去年考试没有考到处理 前年考试考到了处理 血容量不足怎么办 午夜 新功能不好 强心强心 容量血管过度收缩 扩张血管 扩张血管 那如果冲血性心衰呢 力尿强心 扩血管 所以说这两个找到原因 以及相应的处理 绝对是高频考验 这一块是难点的 当然还没有引入到 跟动脉的关系 如果再引入到 跟动脉的关系 那就更难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 决定休克病人补业量 较可靠的依据是 是血压吗 不对啊 休克的病人早期 收缩压都不下降 你能看血压吗 不能看血压 能看脉率吗 杜老师 脉率好多时候 人体都是能够代偿的 我没法拿脉率来看 排除 神经状态 神经状态 反映的是脑血流的 供血和供氧情况 这属于间接的排除 好那应该从尿量和中心静脉压 如果从尿量和中心静脉压来判断 那说尿量不单单 是这个补业量的判断 那尿量还有可能是什么的反应 尿量还有可能是肾功能不全 肾本脏衰竭 尿量也是减少的 所以说它的影响因素太多 排除 哪一个相对来讲比较简单可靠 那就是中心静脉压 答案选择 4D 那么在讲主治医师的考试的老师当中 很多老师说这道题有争议 我们不知道是选B还是选D 那在BD比较难以抉择的时候 我们就去想 哪个相对来讲干扰的因素较少 中心静脉压 所以我们好多时候在临床 是拿中心静脉压和血压 共同联合来进行探读 来进行探读 答案4D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下面一个病例分析题 A3A4型题 27岁的一个男患者 三小时前 骑摩托车 交通事故 外伤 主宿 口渴 是不是脱水啊 是高升性脱水吗 继续来看 神志模糊 这个皮肤苍白 说明是湿血 脉率120次美分 代偿性增快 血压90-80 收缩压维持在低线 舒张压还可以 但是90-80 脉压明显下降 脉压明显下降 考虑什么 修课早期 提宝 血管塌陷 说明容量不足 毛细血管时间 充盈时间延缓 说明血容量不足 那么骨盆挤压 分离实现阳性 说明骨盆 骨折停 骨盆骨折 最容易导致 失血性修课 该患者考虑 失血性修课 一点毛病没有 好我们来看一下 修课指数 什么叫做修课指数 修课指数的计算是 脉率比收缩压 来算一下 脉率是多少 12045分 收缩压是多少 90 120除以90 除以都除以30 都除以30 这边是4 这边是3 三分之4 等于1.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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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四捨五入 答案是1.3 1.3 治疗中 上级师选用了 3%的高深盐水 进行修课 以及复苏治疗 其主要目的是 我们为什么要选择 3%的高深盐水呢 3%的高深盐水 好来看一下 3%的高深盐水 我们知道 等伸的是多少 0.9%的 高伸的可以进一步 什么 吸收水分 我来看一下 渗透压越高 钠离子越高 那么越容易导致 水分进入越多 水分足够之后 容量就变大 这是不是在扩容 改善微循环呢 答案选哪一个 它选择4D 答案选择4D 下面进行一个考点的扩展 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 好一起来看 神智情况反映脑共学 休克指数CI 叫做脉率比收缩压 那我们刚才那道题是多少 是1.3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程度 正常人是多少 正常人应该是在0.5以下是正常 那如果是1.0到1.5 就说明有休克 刚才这个病人 1.3 有没有休克 有休克 如果是2.0以上 就是严重休克 所以很简单 我们也计三个数值 1.0 1.5 2.0 2.0以上是严重 1.0到1.5是有休克 0.5以下是没有休克 那么血压 大家记住说 说赵大夫 那到底多少的血压 我考虑它出现休克呢 92共10 92共10 高压收缩压小于90 脉压小于20 提示休克 前面我们那道题 脉压是多少 90减80 脉压是不是10 是不是小于20 考虑休克 所以早期脉压是减低的 脉压是减低的 那92共10还在哪会提到 就是我们讲到的 假抗病人的术前准备 假抗病人的术前准备 应该是 脉率小于90 还有什么 基础代谢率小于20% 也是一个90和20 92共10 这两个点可以合在一起来记 反映肾脏贯注的 反映肾脏贯注的是尿量 中心静脉压正常5到10厘米水柱 来看一下 它的变化比动脉早 是不是考试考过 它是先知先觉 因为它代表的进入到心脏的 血压代表的是从心脏出去的 一定是先有入再有出 你挣不来钱 你没有收入 你怎么花呀 就是这个道理 先入 必须要讲 必须要讲 而去年的后 我没拿这个PCWP肺毛细血管 卸压作为重点 结果呢 考试就考出来了 所以现在 我也不敢说的太满 我不敢说 这个不重要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PCWP肺毛细血管 卸压反映了什么 肺静脉 左心房 左心室的功能 左心室的功能 对吧 肺静脉在哪儿好 画一个肺脏 这是人的肺脏 肺的静脉血 回流到左心房 再进入到左心室 所以说肺毛细血管 歇压 反映的就是 这些部位的压力 肺静脉 左心房 左心室的功能 正常的数值是多少 0.8到2.0千帕 来看 较CVP敏感 较CVP敏感 增高表现 阻力值增加 对吗 那么去年考试就考到了这个 你既然比CVP还敏感 考试就要出来了 那么修科病人 我要对他进行补业 我最有意义的参考指标 你就选择PCWP呗 考试的时候没有什么 没有CVP 有血压 有心率 有心输出量 等等 干扰选项 应该选PCWP 肺毛细血管 血压 下面一道题目 下面哪项作为各类修科的共同特点 所有修科都一样 都是指的 有效循环血量 灌注不足 导致的 组织 器官 代谢障碍 综合成 所以说所有的修科 有一个算一个 叫做有效循环血量不足 答案选择 RB 我相信有的学员可能会问到 说 如果 过敏性修科 它的血也没丢失 也是有效循环血量不足 循环不足 对呀 那比如说过敏性修科 或者体这个分布不足导致的这种修科 为什么 你正常的血都在心脏 痛塌 痛塌 是进入到心脏 进行 蹦出 蹦入 这叫做有效循环血量 如果你的血 五升 都在人体里面 但是好多都沉积在了外周 没有挥入到心脏 那有用吗 没用吗 比如说 我问你有多少钱 你说 我有1000万 我说你生活质量怎么样 你说不高 为什么 你把1000万都存在了银行里面的定期 你没有拿出来花 没有改善生活质量 有用吗 没用啊 你的生活 还是不精彩 还是不精彩 最主要的说 这个血量 必须要循环起来的才算数 也就是循环起来的 才叫做有效 我们说的一定是 循环起来的 有效循环血量的减少 下面一提 在治疗师 远行修课 补充血量量的时候 最佳的晶体是 下面我们补 等身性脱水 选择的也是它 一定是平衡盐 农业 fancy 为了改善微循环 最好采取下列 哪种措施 好 一起来看一下 纠正酸中毒 大量激素 扩融合应用血管 扩张剂 控制输液量和血管 收缩剂 强心 逆尿 微循环 最好的是微循环 微循环 微循环 大家还知道吗 说修课有三个时期 第一个叫做微循环收缩期 第二个叫做扩张期 第三个叫做什么 叫做 淤血 DIC期 是不是 DIC期 衰竭期 衰竭期 那我现在要改善它的微循环 应该选择的是什么 补液 大量的补液 补好液体以后 我再把它血管 扩开 对不对 让它进入到微循环进行 循环 所以说先补 再扩 先补再扩 大家应该选择的是 C选项 那么有一天考试 把这道考题 稍微变换了一些形状 变换了一个形 变换了一个形 说 如果修课的病人 我们要改善微循环 想使用血管扩张的药物 前提是 你必须先扩容 必须先扩容 如果你没扩容 没有补液体 你直接把这个 血管扩张了 结果血液都去了外周 是不是有效 循环血量会进一步减少 对呀 所以是先补再扩 是原则 下面看一道毕竟体 72岁的男性 脚踩性肠股肚 停 脚踩性肠股肚 怎么了 肠子坏死了 好 看一下 体温升高到40度 寒暗高热 这说明什么 感染 距离 血压95 76毫米总度 来算一下 中间的差值 卖压是多少 19毫米总度 小于20 考虑有可能什么 考虑有可能修课 肠子坏死 引起的修课 是不是感染 中毒性修课呢 感染性修课 感染血 好 下面 感染性修课 在临床比较多见 那比如说在我们医院 原来也曾经发生过多例 发生过多例 有一个人是什么 肝冬肿 肝冬肿 医生给抗生素 他们又及时进行的切开 开装引流 结果呢 导致了感染中毒性修课 最后这个人死掉了 很可惜 才20多岁 才20多岁 后来这名医生 被开除了 被开除了 还有我们讲到的 急性耕阻性化 脑性胆管炎 应该怎么样 手术切开引流 对不对 结果这个医生 抗生素治疗 两个小时之后 病情急剧恶价 感染中毒性修课 死掉了 医院赔了多少 赔了100多万 这都有什么 都会给大家 一个非常重症的感染 下面40岁的中年男性 12肠溃疡 偶血1200毫升 偶血量大不大 大 包括人体 有效血量的20% 是不是发生修课呢 90 76 脉压减小 脉压多少 14 小于20 考虑修课 这里面前面 这个千帕 千帕和毫米拱住的换算 怎么换算 乘以7.5 乘以7.5 这个都知道吧 乘以7.5 好 脉搏126 代偿性增快 这不就是修课病人的一个表现吗 所以答案选哪一个 老师 大量的偶血 失血性修课 被答案选一 好 下面一提 36岁的女性 因为二肩半 手术治疗麻醉 诱导 出发了呼吸困难 颈静脉充盈 血压95 80 脉压小于20 考虑修课 脉率代长性增快 修课的反应 修课的反应 现在哪一个呀 看这里面要抓住一个重点 什么 二肩半 二肩半 好 再来一个颈静脉充盈 为什么颈静脉充盈 好 画一个心脏 这是心脏 这是什么 这是三肩脉 颈静脉为什么充盈 颈静脉的血会流到上墙静脉 上墙静脉的血回不去了 压力变高 说明心脏这有问题了 心脏怎么摔了 对不对 心摔 心脏张不开 心脏张不开 血液回不去 血液回不去 颈静脉怒张 推出来了 心脏衰竭 心脏衰竭哪一个 心脏衰竭引起的修课 心远性修课 你就这些都不会 你就猜 做了二肩半手术 心脏的问题 麻醉又早出现了呼吸困难 颈静脉充盈 猜也应该猜一个心脏的问题 导致的修课 那么就叫做 心远性修课 那么除了前面 我们讲到的几张图表 这张表格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好来看一下 修课代常期 修课一指期 代常期和一指期 那么一指期 我们把它分为 中度和重度修课 两种分型 好来看一下 去年考试考到这个点 修课代常期的时候 收缩压可以是正常的 收缩压可以是正常的 或者是轻度升高的 去年考试去考 早期的时候 收缩压是降低的吗 不是 它可以轻度的升高 可以轻度的升高 那么心率呢 心率是在正常范围的 小于多少 小于100 小于100 湿血量一般来讲 小于20% 好我们来看一下 中度修课 中度修课 血压 收缩压开始下降 一般在多少 70 90 脉率开始代常性增快 痛塌痛塌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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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塌 跳得快了 为什么 因为你每次射出的血少了 我只能通过我增加收缩 来弥补你每分钟的 新输出量 对不对 所以就要代常性增快的心率 然后再长心率 那一般来讲 失血量是多少 20%到40% 当然这个我希望大家能够掌握细节 一般来讲考试是给你一个病例分析的题目 让你来判断它是哪一种类型 好下面再来看 中度修课 中度修课上头了 是不是 出现了意识障碍 甚至出现了昏迷 严重的修课 血容量不足 会导致非常口渴 非常口渴 面色苍白 血液小于多少 收缩压小于70 70 所以我们来看 利用划线节点的方法 划一条线 一个是70 一个是90 90 那么90以上 90以上 轻度的 7090 中度的 小于70的收缩压 重度的 中度的修课 那么可以出现 少尿和无尿 那湿血量达到多少 对应的关系是 20和40的 20和40的 这个体液的丢失 有效循环血量的丢失 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低动力性修课的兵营 什么叫做低动力性 谁的动力不足 动力是从哪来的 动力是从心脏 心脏是什么 心脏就相当于 我们车的发动机一样 我们把它叫做心蹦 痛 你要想把血射出去 心脏的力量 什么力量 收缩的力量 所以来看 低动力 就是指心脏 心蹦的力量不足 就是指心肌 收缩力不足 收缩力不足 大安全 A 大安全 A 低动力性 老师 那个低动力性的 心脏功能不好 射区区的血减少 血减少 对外周血管 共血减少 所以会出现什么 四肢血管收缩 肢体 湿冷 冒冷汗 等表现 对不对 对 那我们前面讲到的 这个感染中毒性修课 可不可以表现为暖修课 可以 那比如说格兰式阳性菌 会导致血管扩张 心肌收缩率也挺好 那低动修课 皮肤温度 可以是什么 可以是身高的 所以我们叫做什么 暖修课 在这里面 希望大家下去之后 去对比冷修课和暖修课 这个是向外射血减少 这个向外射血足够 血管是扩张 这个血管是收缩 收缩 治病的原因也是不一样的 好 下面 纠正修课 所并发的酸中毒的关键措施 那一起来看一下 酸中毒 说老师为什么形成酸中毒 酸中毒就是因为组织 无氧出现了糖酵解 糖酵解产生了什么 糖酵解产生了乳酸增多 乳酸增多 那最主要的是什么 最主要的是微循环缺氧 所以你还给微循环给氧 给氧给什么 你就得给血 所以说改善组织的贯注 血多了 氧就多了 氧多了就进行有氧氧化 而不是无氧交接 所以正确的答应应该是 C学校 下面修科病人在补足血容量以后 血压仍然偏低 中心静脉压是正常的 可考虑给予 五星级重点 五星级重点 今年可能还会考 去年考的比这道题要简单 比这道题要简单 今年可能考的是这种难度 也就是通过两个压 一个动脉压 一个静脉压来判断 好我们来看一下 血压偏低 补了很多的血容量了 血容量已经补足了 血容量已经补足了 来看一下 回到心脏的血量已经正常了 中心静脉压已经正常了 血容量足不足 静脉压很足 那为什么血射不出去了呢 好的看一下 这边是足的 这边是弱的 那一定就是在这两者之间的 这个东西有了问题 对不对 回去的是好的 出去的就不行了 那是不是这出不去啊 这劲不够啊 对呀 那就是新功能不全 那么新功能不全怎么办呢 正确答应应该是C 强心的 所有人用这道题考的 还算简单 那么这张表格重点 我预测 今年会考一封 今年要考一封 好来看一下 CVP 静脉压 血压 动脉压 两者协调来判断 到底是什么 好来看 两个都低 两个都低 来看这张图 入的也低 出的也低 那就是你从这来的就有问题啊 这回心血量少了 对不对 这就是血容量不足啊 跟心脏有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啊 你入的少 出的少 根本原因就在入口 那这种情况下 我应该补足 有效情况血量 所以来看 这种情况下 严重不足 赶紧进行什么 充分的博业 好再来看第二种情况 中心经脉压是低的 但血压是正常的 那血压是正常的 好再来看 血压是正常的 这边却是减低的 他说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边是正常了 这边是减低了 看一下 这正常 那说明是心脏 可能是正常的 心脏和动脉都正常的 不正常在哪啊 回心血量 皮是回心血量不足 说老师那为什么回心不足 他这低那块就是正常的 你不要忘记 动脉的弹性比较好 对不对 他可能顺应这个血容量 略减少的状态 但是静脉 它是什么 B比较薄 B比较薄 所以他不可能马上收缩 就跟过来 所以血容量刚开始少的时候 谁先表现的明显 静脉啊 所以说我们说 先知先觉是静脉 后知后觉是动脉 明白了 所以说他低 他正常 问题就在这 血容量略减少 血容量略减少 不是像上一个严重不足 那这种情况下 我们适当的服业 好 再来看一下 高低 中心静脉压高 而血压降低 那来看一下 哪一个原因 中心静脉压 这边是高的 这边是低的 大家想一想 这边高 那有可能是他的问题 心脏的问题 导致把它憋高 如果心脏有问题 射出去的也减少 变低了 对不对 因为心摔的时候 收缩没劲 舒张也没劲 舒张是把血抽回来 收缩是把血蹦出去 你现在是一收一缩 都不行 影响了两侧 是不是有可能是心功能不全 有可能是心功能不全 这是第一种 那还有可能是什么 这边减低 那这边增高 那可能是心功能不全 或者是这边发生的什么 容量血管的收缩 这边血管收缩了 本来应该都低的 对不对 本来应该都低的 但这边血管一收缩 这边增高了 这边还是低的 所以说有这两种可能 有这两种可能 那这种时候 我们给予强心剂 这是什么 修正心衰 修正心衰 好来看一下 如果是一个高 一个正常 那就实锤是什么 容量血管收缩了 那容量血管收缩了 往上看 这是正常的 这是正常 这心脏也没问题 他俩都是正常的 这边升高了 这边升高 说明容量血管收缩了 对不对 只有他收缩 才会保持他的压力更高 所以这种情况下 是容量血管收缩 那如果说 中心静脉压是正常的 血压是低的 那说明心脏的射血不好了 叫做心功能不全 还有可能是血容量不足 那这种情况下怎么办 我进行补液实验 我如果补充了液体 都正常了 说明实锤 血容量不足 如果补充了液体 症状加重了 说明心脏的功能 根本受不了 我这么大的血量 对吗 鉴别开了 所以说一正常一滴 分不开的时候 应该做补液实验 这个比较难 这个比较难 希望大家下去之后 仔细的再去揣摩 这张图表 今年可能会考到 因为去年考的太简单 太简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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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张图表 太简单了 太简单了 赶紧了 太简单了